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欢唐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架构师的一个美感的时代 也就是身为架构师的一个精致高端的一个 思维跟技巧以及心中的美感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把重心放在接口上 过去我们也提到的EIT 大家也有些熟悉的 但是有些人会把重心放在E上面 因为相对上E是一个抽象类 它显然代表的比较抽象的比较稳定的比较可靠的 因为过去大家都误认为架构师就是在建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就像一个建房子的地基 所以地基要稳定可靠不变 之后呢才可以加上三变的房子 这个叫做E大家的心中就是平台 T大家的心中就是APP就是APP就是应用程序 所以呢 大家就以为架构师的重点要放在E 事实上是不对的 架构师要的是整体 就是E跟T通通要 E跟T也就是比较稳定的树干 叫做E也要 每一年都在换新的树叶 那么架构师也要 因为架构师要照顾的是整棵树 包括树根树干树叶 还有尤其这棵 OK 那么他照顾的是整体 而不是照顾的只有稳定可靠不变 所以他要一个整体 E就是像要一部飞机 在我造飞机的时候 架构师的任务就是让一群不会飞的设备 跟零件透过接口 透过I去把它组合起来 它既然会飞 就是把一群不会飞的零件跟设备 把它透过巧妙的接口的设计 把它组合出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呢 竟然会飞 竟然会飞 这就是架构师的任务 从这里可以凸显接口设计的重要性 那这个接口设计呢 就在EIT这个造型里头的这个I 那我们就来帮你做个铺垫 让你可以更熟悉的认识到 今天EIT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I 它是从历史的一种演变的一种发展 所以我这边就帮你做个复习 也就是普遍 让你了解从函数到类到EIT 这个一脉相传的这个道理 那用EIT也就是让人们更重视整体 更重视接口 OK 然后把稳定可靠不变的E 比较抽象的E 也就是树干能够跟比较上边的T 能够结合出一个整体 也就是一大堆的E 一大堆的T 或者是一个E 一大堆的T 就是一组树干 衔接的 无限多的树叶 那怎么过成一个 完美的一棵树 而且还能够每年的树干可以三千年持续的成长 树叶可以每年都换新这样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世界 有生命力的软件的世界 OK 所以这里就会提到代码造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一个整个软件产业的发展 再来代码造型的用途 也会说明它的用途在哪里 那在这个部分呢 会来说明一个从历史的观点 说明函数跟类 两种造型 那之后呢 会再为你呢 从J 口的角度来说明 EIT代码造型的意义 这里头呢 在EIT里头呢 就是J 口是主角 中间这个I是主角 然后呢 这个I不只是把E跟T整合 那么当EIT组合出来之后 那怎么把很多很多个EIT 把它组合出一个更大的一个系统 那这就是叫做EIT造型本身 就是造型跟造型 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 就是重复组合 那为什么I旁边要有E跟T I是主角 这里是讲I是主角 那么E跟T是两个配角 这里说明 为什么I旁边要有两个配角呢 就在说明它的道理 好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 1970年代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C语言 到今天 Android的背后 ZNI还是非常的依赖C语言的 当时的造型 就是函数 一个造型 造型只有一个 造型只有一个 然后呢把所有的软件代码全部放进去这个造型 造型 然后呢再把这个造型来依循一个清晰简单的规则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这个造型最好的比喻 所以这个造型最好的比喻就是集装箱 我们把鞋子 袜子 所有的货物都可以把它装进去集装箱 之后再把集装箱用一个简单的规则把它重复的组合得起来 放在这个船上就可以叫做集装箱的这一个轮船咯 所以呢 就由这个集装箱 你可以看得出来 集装箱的内部可以放进去 世界上所有的这一个货物 然后呢 集装箱透过简单的规则把它给起来 然后组合出复杂的这个系统 OK 1980年代就找到一个更大的集装箱咯 这个叫做class 其实它也非常的简单 它是把方形跟属性结合起来 也就是它基于这一个函数 这个造型再把它扣大 再把它扣大 就变成类 然后在从1986年西家家出来之后 整个软件产业迈向了面向对象的时代 的这个技术潮流之中 到今天大家在分析系统 大家都在寻找的是类 寻找的是类 就像我们要把货物装到运送到国外 大家第一个动作要去寻找集装箱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货物把它装进去集装箱里头 同样的今天我们有面向对象的分析 面向对象的语言 面向对象的这种设计 它们都是基于这个类的造型而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软件都用类来表示 这就是造型能够把所有的软件都把它装进去 这个类的集装箱里头 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软件都能够以简单的类的 这个造型来把它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之后 再用简单清晰的规则来把它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那么到1995年的时候 人们又找到的更大的造型 其实这个并不是代码造型 而是设计的造型 所以称为叫做设计模式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了 模式就是指的是架构师设计师等等会用的这个造型 那么我们的这里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函数跟类 它是属于在这个语言方面就已经支持的这种造型 也就是开发者写代码的人 就是程序员会用到的造型 我们就称为代码造型 那么设计模式呢 它不是一个造型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把它分开了 当我们谈到造型的时候 指的都是代码造型 在我现在讲课的时候 为了简单起见 这一个 所谓造型 我一提到造型的时候 都是指的是代码造型 那这里大家要能够理解 就是说设计模式也是一种造型 它是属于分析设计 在系统分析领域的造型 这个造型呢 它不是代码造型 它是设计层级的造型 在这里我们就不称为造型 而直接称为模式 所以当我提到设计模式的时候 当我提到模式 就表示它是属于设计层级的造型 当我特别谈到造型的时候 就是代表的 它是代码造型 OK 所以23种设计模式 但是它不是造型 因为造型只有一个 而且造型跟造型之间 要无限的重复组合 而且要能够表达天下所有的软件 那在这里有 在这本1995年 有Gamma几个人所提出来的 几位专家所提出来的 23个造型 它并不是一个 那这个造型之间 没有一个规则 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规则 来做组合 所以这个只能成为 设计层级的模式 而不是代码层级的造型 所以到了2012年 由我高患老高老师 就提倡了一个新的造型 叫做EIT造型 那这个造型呢 包含三个要素 也就是三个类 G类 子类 以及呢 抽象的函数 I 那这个I接口 其实也是一个抽象的类 一个纯粹抽象的类 所以呢 当年 1970年代 有了函数这个造型 1980年代 就 以这个函数为基础 然后 加上了属性 扩大 成为类 那么到了120 120 120 高老师呢 也是以基 以类 的造型为基础 把三个类 把它组合在一起 成为更大的 这个造型 那 我们 全世界 所有的代码 都可以 把它 装进去 这个造型里头 所以 在1980年代 大家都相信 所有的软件 都可以 用类来 表示 现在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一个 所有的软件 也可以用 EIT来表达 尤其 接口 的设计 更适合 更是 用EIT 来表述 会表达的 更 明确 更清晰 更完美 那 这里 也简单 说明 这一个 代码造型 的意义 代码造型 刚刚有提到过 就是 在代码 层级 的一种 造型 一种 设计 的形式 那 我们就把 设计 这个字 把它去掉了 就简称为 代码 的造型 OK 代码 的造型 代码 造型 这种是开发者常用的vocabulary 这种词汇 也就是开发者会用的 一般的开发者不见得会用 会有概念 这个设计模式的概念 因为设计模式大多是分析师 架构师在用的 所以他不是开发者常用的词汇 那么 而且呢 因为 语言上面有关键字 有keyword 来对应 所以呢 他可以直接 对应到 这个语言 所以这个结构呢 在语言上面 都有这个关键字来对应 例如呢 函数 跟class 都有 在语言上面 都有这个keyword 都有keyword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再帮你复习 这个代码造型 有多少用途 ok 所以呢 代码造型呢 有 这个两个最主要层面 一个层面 就是 协助架构师 去思考他的设计 好 思考完了设计之后 就可以来表达给 这一个开发者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里呢 我暂时 重点没有放在 这个 怎么应用 bit造型 或者是类造型 去思考 这个设计 我现在 只谈的是 先来 把重心放在 怎么去表达 我再说明一下 譬如说 这个造型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唐诗 七眼绝迹 唐诗里头的句子 都是有一定的造型 就是四个句子 每一句呢 有七个字 每一句呢 都有固定的两种韵力 平平这这平 这这平平这 OK 那这样子 无论李白杜甫 他是不是用 这个造型去 想他的意境 但是 终究 表达出来的 都是同一个造型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这个代码造型 就非常接近 对不对 这个唐朝的时候 唐诗的造型 那 有的唐诗的造型呢 比较年轻的 比较初学者的 比较刚入门的 会去用这个造型 去配句子 配句子 也就是 像你在学象棋 或是学围棋的时候 一开始 你会用造型 去协助你 学习 思考 你的 下棋的策略 等到你 到达一个 高段的时候 你就不会依赖 这个造型去 思考你的策略了 而是 表现出来的 才是这个造型 比如说 将军抽击 不管你 怎么去想 这个策略 你的确 就是 这个将军抽击的 这个 定式 这个 招式 笔切就出现了 所以这里再说明的 再说明一遍 就是代码造型 当你是初学的人 你是一个初级的架构师 你会应用这个代码造型 来协助你 思考你的设计 但是 有一天 你到达了一个 有效的 高档的架构师的时候 你非常有可能 不会用这个代码造型 去想你的架构 但是 无论李白跟杜甫 你多么的 一个 这个 高端的诗人 你为了让 别人都能够看得懂 都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他 终究 都以同样的形 来 呈现出来 所以 我现在 把重心 放在 这一个 代码造型的 两个用处 一个用处就是 协助 你去思考 架构 另外一个用处就是 把你思考出来的架构 不管你是用怎么去思考的 用这个造型去把它 表达出来 把它 表述出来 目的 就是要 把这个设计 传达给 开发者 而且要 很精确的 来传达 也就是 架构师 透过这个代码造型 很精确的 去把它的设计 的含义 它的形式 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 很精确 清晰的 传达给 开发者 OK 因为 代码造型 是开发者的词汇 所以 架构师就 以代码造型 来表达 我特别强调的是 表达 OK 譬如说 李白杜甫 他就用他的 这个 讲白记忆的 寻仰 江头 夜送客 风月 笛花 求色 圣 他就是有一定的 行 去把它呈现出来 至于他怎么想的 反而是 不是太重要了 所以 因为 基于 共同的词汇 因此提升了 共识 就是 这个 代码造型 因为在语言上面有关键字 例如 这个函数 就是一个关键字 C的 然后 类就是C++的关键字 然后 EIT 里头的I 是JCO JCO 就是Java 语言里头的关键字 因此 所有的开发者 共同的词汇 今天 如果架构师 也采用这种词汇 就形成了 所有的开发者 所有的架构师 之间 有了 Shield Understanding 有了 共同的 理解 所以 开发者 很容易的 去理解 架构的设计意涵 因此呢 就能够 迅速的 录持成 代码 因此呢 代码造型 能够大幅提升 开发者的效率 因为架构师 对于这个架构 表述的很清楚 所以 开发者 就不用 去 猜测 那 就可以减少 错误的 一种 猜测了 OK 那么 也就能够 快速的 配合 业组 配合架构师 配合 项目经理的 一种 变更 来 随时 对于 架构 跟 代码 来进行 重构 因此呢 提升了 整体团队的 弹性 秉洁 跟它的 效率 OK 就是因为 代码造型 是大家的 Share Understanding 大家的共识 所以可以避免 很多 模糊 跟 猜测 而且 因为 这一个 它的 清晰度 所以呢 可以让 系统的 结构 更清楚 而且呢 让 这一个 开发者 更了解 大家就 能够 很弹性的 去对 系统 做 分合 自如 做 重新的 组合 重新的 分解 这叫做 重构 OK 好 架构师呢 就像是 妈妈 架构师 是像 妈妈 那么 他要跟 这一个 开发者 就像 小孩 那么 过去的 架构师 都是 讲的是 设计模式 谈的 词汇 都是 业务领域 的词汇 那 这就是 像 爸爸 一般的 爸爸是 只会每天 谈的是 商业上的 政治上的 术语 但是 他很少会用 小孩子的 语言 去跟小孩子 交谈 因此呢 小孩子在 学语言的时候 大部分 是跟妈妈 学的 为什么 因为妈妈 会用 Kid Language 来跟小孩子 交谈 因此呢 架构师 就像妈妈 代码造型 是因为是小孩子 也就是开发者的 共通的词汇 所以 架构师 用这个代码造型来 表达 他的设计 也就是 用 小孩子的 Kid Language 来表述 他的想法 就是架构师 用代码造型 来表述 架构 就相当于 妈妈 用Kid Language 来表达 他的想法 来跟 小孩子 交谈 这也是 非常有助于 开发者 能够提升 他对架构的理解 也就是 让开发者 也能够从 架构师 清晰的表达当中 去理解 去学习 这个设计的能力 也就是 因为 因为妈妈 会用 Kid Language 来跟 小孩子 交谈 所以 小孩子 就能够 清晰的 接受到 妈妈的意图 那么 从这里 再来 了解 这个 各种 Voccurial的意义 这种 所以呢 小孩子的 这一个语言 发展能力 就会提升了 也就是因为 妈妈 常常用 小孩子的语言 跟小孩子交谈 所以 让小孩子 能够 快速的 学会语言 学会 妈妈的想法 所以 架构师 如果用代码造型 来表达 他的想法 来跟 开发者 交谈 开发者 也因此 可以从 架构师 快速的 学到 更多 美妙的 架构设计 因此呢 开发者 也会 逐渐逐渐的 自然而然的 耳濡 耳濡 然的 获得了 这个架构设计的能力 OK 所以架构师 可以 自由的去创意 思考架构 这个意思就是说 架构师 不一定要用代码造型 去想他的设计 但是 无论你用 什么样的 去想 大家都用 一致的 语言 一致的代码造型 来表达 所以 自由的创意 就是 架构师 可以不受到 这个代码造型 的限制 他可以自己 百花齐放的 去想 因此呢 这叫做 加法设计 就是 不断的 放大放大 但是 当这个架构师的 自由的 创意越高 会导致呢 开发者 越难以理解 他的意图 因此呢 双方的沟通 会打折扣 双方的沟通 会有更困难 更困难的结果是 开发者 会自己 去想象 去填补 去厘 去厘 这个 不清楚的地方 因此呢 我们的要求是 架构师 无论你是 多么的自由的 去 发挥 想象你的 创意 但是 你都必须 做一个动作 叫简化设计 把它简化到 能够以 这一个 代码造型 来表达出来 就像 唐师的 七元 结迹 结迹呢 李白 杜甫 白 吉翼 你都可以 尽情的 去思考 但是 你都用 一致的造型 来表述 出来 从唐师的 经历 并没有 伤害 创意 而且 基于 师同行 就是所有的 师都是一样的造型 因此而激发出 创作的氛围 所以唐朝就变成一个 文风 师风 鼎盛的一个时代 也是中华民族 最既有创意的年代 这就是 来自于 这一个造型 在整个社会当中 是被重视的 因此呢 才创造出这个氛围出来 因此呢 即使是 你刚开始在写 诗的时候 写的诗并不好 没有像李白都府 那样子的想象力 没关系 你把你的 不是很好的 没有达到美好的境界的诗 你是用乖乖的 而且是按部就班的 很清晰的 用这个行 把它表现出来 结果大家一看就知道 哦 你的对计 对得不好 有没有 譬如说 天增岁月 人增瘦 天 那么 左边要对的是什么 春满乾坤 拂满门 对的是春 大家知道 诶 你对得好 对不对 那你如果 左边对的是人 或者是对的是 什么东西的 那么对得不好 人家也知道 因此呢 李白都府 这些高手 就可以跟你 切磋 琢磨 因为 你已经很清晰的 把你的不够好 的 这个行 呈现出来 因此呢 这个高手 或者是你的老师 很明确的 从这个行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你的诗 写的并不好 没关系 因此呢 他知道你的不好 他就会教你 因此呢 大家 切磋 琢磨 人人都进步 顺势 所以 迈向的美好的境界 这就是唐草 大家都在 诗同行 就是 同样的行来 写诗 就 迈向的 文风 鼎盛 所以我们今天 要把这个架构设计 做的整个团队 有共识 做个大家 都可以 有开发者 也能够顺畅的 成为 一个好的 设计师 而且 让设计团队 跟开发团队 能够做 一个很好的组合 能够把产品 做到 像飞机一样 让一群 不会飞的 E 或者是T 或者是E跟T 组合出来 用I来把它组合起来 它变成 一部 一部 会飞的飞机 把疫情 不会飞的 零件 把它组合起来 既然会飞 OK 那我们就 先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谢谢